下个星期二是美国选举投票日 路透社和易索普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 希拉丽的支持率重新占上六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 报奥巴马总统在选前一周就提醒选民 美国的前途和民主制度掌握在他们手中 并说美国选民的抉择将左右环球局势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个访谈节目上 批评联邦调查局公开重查希拉丽电邮门案件的 决定他说自己不会介入调查程序 但强调调查过程不允许有含沙摄影的空间 奥巴马也在俄亥俄州的竞选集会上再度力挺希拉丽 希拉丽则在亚利桑那州的竞选集会上警告一旦特朗普胜出 美国将出现一个缺乏深度和危险的领导人 他同时表示自己有能力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在佛罗里达州拉票的特朗普除了继续攻击希拉丽的政策主张 也自诩要集中注意力保持过去几天凝聚的优势 美国星期二的一个民调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小福领先希拉丽 一度造成全球主要股市油价和美元都走软